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陆续去加入 我相信在这段时间里头你也发现了这个立法委员自爆 那这是许巧新 许巧新现在的最新发展里头似乎卷入了大姑夫妻的诈骗的洗钱案 许巧新怎么可能会卷入她的大姑夫妻的诈骗洗钱案 所谓叫大姑是什么 是她先生的姐姐 那么现在的目前的最新案件里头因为她列为被告 被台北地检署列为他字案的被告正在调查当中 不过在今天她说呢 她自己非常的委屈 因为完全没有一分一毫进入诈骗集团或协助诈骗 如果设案的话她会辞职负责 她相信最后会还给她清白跟公道了 不许巧新也认为她是因为台湾激进党提告 所以才会列为她字案被告 她非常谢谢台湾激进党对她提告 相信真理会越辩越饼 未来检调还给她清白之后呢 似乎她认为她可以更清白了 好这个案子呢 应该怎么看如果列为她字案被告在调查当中呢 可是从4月13号她完全是第一个自曝她自己是因为 是因为她的大姑 包括她的大姑障 那么涉入整个诈骗案 她自己所扮演的角色 完全完全所有内容 通通都是她自己对外来说明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相信的是这个案件里头 恐怕她自己最清楚了 来一川 目前这个案子看起来有点扑朔迷离 可是每天又有最新的发展 演变到现在 大家应该要关心的是立法委员怎么会变成 一个立委在立法院应该有的职责 转向她个人的私事 来这个案子你怎么看 对 刚刚小津姐讲说 从4月12 13开始这个案子 因为我们也都不知道 从头到尾都她自己讲 那每天的案件的变化也都是许小津讲的 虽然有些媒体会根据什么检调人员的说法 调查单位什么检察官的那种调查的进度 会有一些说明 可是我们从这个案子开始 当时是她的所谓的大狗子 然后她的这个姐夫 然后她的婆婆借钱 然后演变到最后跑出100万这个数字 100万这个数字也是许小新讲的 那100万她又说原来讲现金 因为我们当时在媒体上质疑她说 100万用谁的户头会给了谁 还是现金给了谁 各种组合吗 然后她一开始说就是100万现金 没有记录 100万现金 那我婆婆缺钱 所以我们给她100万现金 这在台湾人的人情世俗里面 这也没有不合理 就是说家人就是真的缺钱 后来她自己跑出来说不是现金 是汇款 是2比50万的汇款 她自己讲出了时间 讲出了金额 那谁会知道这个剧情的发展 现在有三个人被羁押 那三个人不会讲 那三个人的律师也不能讲 这些人都不能讲 那谁会讲这个剧情 就是知道案情演变过程的人就会讲 那知道案情演变过程的人就是检察官 跟有被约谈 但是我们都还不知道的人 简单讲就是说这个案子里头 有许晓鑫的婆婆 就所谓的刘妈妈 就是许晓鑫身上刘彦礼 刘彦礼的妈妈 在这个案子的现在眼镜过程中 有没有被以证人或关系人的身份 被叫去问 为什么 因为这个诈骗集团公司 这个诈骗集团里头有钱 确实是从刘妈妈的户头过去 因为她拿去借钱 她不管借1450万 或者1880万 或者许晓鑫一开始讲的2000万 这些钱一定进了这个账面公司的户头 好 那所以检察一定有查这笔钱 那照到底就会找那个刘妈妈去问 问说你这个什么1000多万哪里来 那大家当然说是贷款来 可是后来为什么会有2比50万 又进去了 那她一定会说 这2比50万加了100万 是我的儿子给我的 就是刘彦礼 就是许晓鑫的先生 那这一串连下来 这些过程全部都许晓鑫讲了 我们都不会知道 所以周刊前几天 报的这个内容就非常的详尽 而且很特别的是 许晓鑫从这个周刊出来之后 她的讲话全部照稿念 照着 照着她写好的稿念 她以前出来开记者会是站着 那个麦克风 然后后面是空了 然后就在那边讲 她很少看稿子 对外向记者说明很少 这个题目的时候 她是拿着她的笔电 一个字一个字念 代表什么 我判断 她应该有被找去问过 然后检察官可能提醒她说 你现在对外就不要乱讲了 就是说你现在不要再去讲 任何跟案情有关的东西 因为现在如果进入到侦察阶段 相关被叫去的 不管是关系人 或者是这一个可能的被告 或者是这一个证人 基本上检察官都会请你出去以后 不要乱讲 所以这个案情恐怕这个 我看周刊这样写 许晓鑫都没反应 是 照道理来说 周刊直接写许晓鑫可能涉案 许晓鑫理论上应该会告她 可是周刊都没有 这个这个许晓鑫都没有 第二个是 这种周刊在写的前几天 一定会打电话问当事 是 平衡报导 一定要问许晓鑫说 你有没有回应 所以许晓鑫在这一两天 有很大的改变 就是她的那个发言的强度 很大的改变 所以她可能这个案子 你说她会设到什么程度未定 就是那个金流怎么切 那因为她现在很明显的 她可能会直接切到她的婆婆 或者切到她的先生 因为她的手法已经改变了 她说是我先生 费了两次50万 所以如果说是她婆婆 假设她婆婆不管是被害人 或者是诈骗集团的金主 然后给了这个诈骗集团钱 那钱不够的时候找了一个人 就是许晓鑫的先生 又给了她100万 那会不会牵扯到许晓鑫的先生 这100万算是被害还是 也是金主之一 至少在这个地方 许晓鑫就在这地方切掉 因为账面上可能没有许晓鑫去 汇钱或者是给现金的记录 那就会切在这里 所以这个案子 你说最后许晓鑫 会不会真的有事 这倒未必 但是我判断这个许晓鑫的婆婆 就是所谓的刘妈妈 都去银行借钱了 那钱确实拿给了这个诈骗的洗钱集团 那所以那个刘妈妈 应该已经都被叫去问了 不管她是什么身份 因为金刘就是这样子明显 是 观众朋友 身为国民党立法委 许晓鑫的大姑叫做刘向杰 跟她的丈夫叫做杜炳成 至少从2022年 就开始涉及替诈骗集团洗钱 那个时候呢 杜炳成他开设的公司呢 这个就是他大姑的先生 正好杜炳成 他开设的公司有什么呢 有汉城稀土 汉城稀土 还有呢他开设精品国际 有人说这个生意好到两个人呢 要必须请非常多的助理来处理整个业务 因为洗钱呢 可以抽佣金一成 这个获利还相当的不错 所以他的大姑刘向杰呢 因此向亲朋好友借款来扩大业务 我觉得借款的过程里头也应该不惜 如果他一方面是借钱来扩大自己业务 二方面的可能就是说 贾后盗修博 可能告诉亲朋好友 哎有这样的一成的佣金的获利率 你们要不要也来参与 所以呢现在有娘家 说除了一方面有娘家 挤注这个资金千万元之外 也找了好朋友林雨伦来开公司 一起替诈骗集团洗钱 最后呢林雨伦跟这个杜品成夫妻 现在三个人等于是说被收押禁建了 不过这地方我们稍微回顾一下 这个案件是怎么来的 这个案件其实是这样子 当时在彰化的北投分局 还有台北市大安分局 包括台北市刑大呢 有多个警察单位呢 在2022年前呢一年多前 就接获了非常多的被害人去报案 都说遭到了诈骗 他们追查之后呢 发现了刘向杰跟他的丈夫 杜炳成涉有重险 一开始呢检警不知道 当时台北市议员呢 徐巧新跟这一对夫妻 这两名被告的关系 但是这个杜炳成呢 在应讯的时候呢 他除了一方面呢强调自己 他除了强调自己 我从事的是完全是合法的 虚拟货币的交易 我从事都是合法 他还有一点点不经意的 像这个检警双方去提到 我家族成员当初 其实有人是民意代表啦 那自己的媒体包政商关系 相当的不错 后来呢直接亮出了 徐巧新这一号人物 表示徐巧新 现任的国民党立法徐巧新 是我自己的弟妹 当然你可以看出来 他想要借此证明自己呢 我自己的弟妹已经是 就是国民党立法委员 我怎么可能从事这个非法的勾当呢 我现在做的都是正正当当的 货币的交易商所做的一个事情 而在3月27号 杜炳成的夫妇 包括共犯林雨伦被收押 这些公司跟往来客户里头呢 这个时候呢 徐巧新他就主动去证实 家族成员设案了 所以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是完全是徐巧新自爆 否则这案子很难一窥 这样一个复杂的情景 是不是呢 我们不会知道嘛 对 就是说这个诈骗案 刚刚讲说 这个应该是两年前开始的案子 那后来这个案子是 有一度是不起诉的 那不起诉是因为他们去买了 这个所谓泰达币的时候 他是有跟出钱的当事人讲说 我们是买这个币喔 然后呢你要记得喔 我们买这个币 我们是要干嘛的喔 就是说它是一个合法的一个程序 所以后来就不起诉 那其实这个诈骗集团 除了这个杜炳辰以外 杜炳辰的姑姑 是 叫杜立秋 也是诈骗集团 现在都被通弃了 杜炳辰的姑姑 杜炳辰是徐巧新的姑 姐夫 姐夫 对对对 他就叫大姑子 其实就是姐夫啦 星期见面的时候就是 不你听得清楚吗 就是因 他先生的姐姐跟姐夫 我们讲姐姐跟姐夫 其实比较直接 结婚以后一定是叫姐姐嘛 对对对 不用说大姑子 大姑子其实是跟着小孩叫的 没有大姑子是跟外人介绍 说他不是我亲姐姐 他是我先生那一边的 才叫大姑子嘛 对对对 那人跟人见面就是叫姐姐 对就是我姐姐我姐夫嘛 他姐夫的妈妈 姐夫的姑姑 也是诈骗集团 那现在两个人在 他姐夫的这个姑姑 的先生 叫陈金龙 是另外一个更大的诈骗集团 所以那个整个家族都是诈骗集团 那现在都被通缉 现在在香港跟深圳 我最近还看到一个影片 他们还在香港深圳受克 就这一个月而已 在香港深圳就是什么 受克 受克 就是要他怎么诈骗 那个诈骗的内容 就跟台湾这个模式是一模一样 那因为他已经被台湾通缉 那要躲在香港跟深圳 那继续用同样的手法 所以这个姓杜的这一家族 就是用这种方式 那他要分支善业 就是大家开始去 那你刚提到说 譬如说这个 这个许小新的姐姐 他们是这一个 找了他妈妈 就是说女儿跟妈妈 不管叫借钱 或者叫妈妈来投资 那钱为什么会越滚越大 诈骗集团 诈骗集团会缺钱 我们想这个问题 诈骗集团有缺钱 诈骗集团是五本声音 诈骗集团说我用话数跟你讲 你钱就给我了 不是你一定是涉及到投资 对不是我用投资的话数跟你讲 那你就觉得 我们现在是认定他是诈骗集团 他还不是被检警搜查 没有被收押之前 他是可能一个成功的企业家 没错 就是我们来投资什么东西 是 他是个成功的企业家 获利率非常的高 非常好的一个经商模式 你要不要加入 比如小新姐 我跟你讲 你现在投资我10万块 那一个礼拜以后 你就可以拿1万 你说哪有这么好赚 你一开始一定不相信 我说没关系 反正只有10万 那你想说好 这个小老弟 要做实验 你就给我10万 我一个礼拜以后 就给你1万 第二个礼拜 我再给你1万 确实 我有兑现承诺 那你就说 你的确拿到一成的佣金 这不是佣金 我每个月都给你1万 这是个高利息 高利息的获利 的事业 你大概10个月 你的本金就拿回来了 那我就给你1万 2万 3万 下一步你一定会问我 说我有朋友 要想我投资 对 那他可不可以投资100万 我可以啊 100万来我再 这每个月我给你10万 10万 10万 给了你3个月 对 你就会再找一个人来投资200万 是 那就越拉越大 等到那个网子够大了 余够多了以后啊 我就跑了 而且每一个人一定想 我说获利这么错 赶快银行 赶快去解约了 对不对 余将军人加入我们讨论 对对对 可能就是不错啊 那我就是1千万 那我有朋友1千万 他钱放来也没用 那投入1千万 2千万好不好 10%欸 对 马上就给你1千万 投进来马上给你100万 对 是不是一亿投进来 就给你多少 1千万欸 那所有诈骗集团都是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 银行的利率很低嘛 你拿去放在银行 一个 对对就是觉得很少 所以有人去投资股票 投资房地产 对 那像这种哪有这么好赚的 10%欸 10%的高获利欸 给你 我如果说我的存款有100万 然后我就拿去放在那里 然后我每个月是有月薪10万 就这样一直下 对 那有什么不好 是 所以经常就诈骗集团跟被害人 跟金主啊 是搞不清楚的 就一开始你觉得 一开始诈骗集团把你当金主嘛 因为你有帮忙除钱 那你当了金主之后呢 你就加入了以后 对 你也是诈骗集团啊 对 可是你最后你钱拿不回来的时候 你会说你是被害人 所以 这个案情的这一个发展 至于会锁到哪里 因为现在检察官也是 不过因为三个人被羁押 三个人被羁押 最后这个起诉输 最后这个起诉的时间 我看也不会拖太久了 因为这案子其实相对蛮单纯的 是 就是诈骗集团相对蛮单纯 所以起诉书的关键是 起诉书里头 有没有 徐晓鑫 是 他先生 跟他婆婆的名字在里头 那他们的金流往来的状况 在起诉书里头 是 那就是接下来我们要观察了 来 余将军也在观察这个案子 来你怎么看来 这个当然 我们所有在台湾这个事情的人 未来都会记入虚导金的笔记本里面 成为他有仇必报的议员 不过我觉得社会的公益 该让大家知道是就让大家知道 人家说投资有赚有赔 是 但是诈骗集团是稳赚不赔 他绝对不会赔 赔是赔被骗的人 诈骗集团本身 或是跟他的共犯结构 这些人是永远不会赔 他只赚不赔 那么我就讲 昨天我跟益川兄在上节目的时候 他提到一个 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点 就是 他说他的婆婆去告他的姐夫 诈欺 婆婆告他的姐夫 就是他的姐夫被收押 就是案子已经进入司法成立之后 他婆婆去加告他的姐夫 说我也告他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关系 对 告女婿对不对 对 婆婆去告警察 可以告 可以告 但是如果你的是借钱给女儿 你告什么 我是借钱给女儿啊 我告什么诈欺 那除非只有一个可能 就是我不是借钱给女儿 是 我没有约定啊 什么事 对是有约定关系 就是我可能投资1800万 然后你会还给我2000万 那你没有还给我2000万 你诈欺我 你骗我 只有这个状况才有诈欺 否则 妈妈借钱给女儿 何来诈欺之有 对 你又不是冒用我女儿的名字 我不是你女儿 我骗是你女儿 然后打电话来骗钱 不是啊 他妈妈很清楚 这不管是1880万 还是1450万 还是多少钱 还是2000万 这确实是妈妈借给女儿的 妈妈借给女儿 第一个没有诈欺可以告 第一个没有胁迫 第二个没有用诈述来骗你的钱 第三个没有事先的约定 那这何来诈欺 你怎么确定 这是妈妈借给女儿 因为徐晓鑫说的 对 都是徐晓鑫说的 那徐晓鑫的说法 可信吗 这是逻辑上的问题 可以相信吗 就是说如果是借 就像这个 他们的100万借给他婆婆 徐晓鑫他家 他跟他先生的100万借给他婆婆 那我们就说 那你借给他婆婆 你有没有借去 他说这个妈妈跟儿子之间 要什么借去 不用借去 就好我们接送 就说妈妈跟儿子之间的 金钱往来不用借去 那同样的 妈妈跟女儿的金钱往来 也不用借去 没有借去 那所以1800多万 1450万也不用借去 那不用借去 就是我借你的 那那如果是他们 怕谁给他够吃呢 够吃他投资这个事业 那就是另外 那就不一样了 那就不是借了 那就不是借了 是啊 那就有合伙关系 对 等于说 妈妈这比牛肉好便宜 会赚大钱 你来投资我 对不对 你投资我 说好了 投资你1450万 或是1880万 你要回本 我要变2000万回来 没有回 这才叫诈欺 那如果是这种关系 那麻烦了 这也是 警察官要厘清的一件事 你是借钱给你女儿 还是你入你女儿的火 你们是共犯 这两个完全不一样 所以徐晓鑫 从说这100万 是带电 是带电 那如果是带电 那就要还我 带电什么 带电他的这个银行的利息 帮婆婆去带电银行的利息 这是一个说法 这是一个说法 第一时间的说法 第一时间的说法是这样子 第一时间的说处理利息问题 他第一时间还没有说带电 是处理利息问题 后来说你怎么处理 带电 100万 也蛮合理的 也合理 可是呢后来他直接 直转急向 就改成说我就是郑宇 我是郑宇 这是孝亲费 这大家觉得好像也没什么 其实这个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如果他是郑宇或是孝亲费 当法官查到这个金流 他也秀出来了 分两批50万50万 会到他这个婆婆的户头里面 即使被法官查到这个金流关系 他说没有 我是郑宇 我郑宇给婆婆 我孝敬婆婆 婆婆要去投资谁 我没有意见 他是去拿去还款银行了 还是拿去入伙他女婿的这个 这个投资生意 诈骗投资的生意 那我我无权过问 但如果不是哦 如果这笔钱是他婆婆说 这笔钱很好赚 100万可以回110万 很短的时间有可以获利 你要不要来入股 这是两回事哦 这是两回事 一个是带电赠予 婆婆自由使用 即使犯法是婆婆的事 第二个是婆婆告诉你 这是一笔好生意 好买卖 只赚不赔 那么重点 关键点就在于他夫姐夫 还有他夫姐被查扣的五支手机 里面每一笔都有通联记录 都有通联的资讯 他跟婆婆之间 女儿跟妈妈之间 有没有什么约定 如果有 蛛丝马迹就查出来了 婆婆是1880万 剩下的120万 哪里来 去跟谁募资 那婆婆就会从被骗到合伙人 而徐晓星的钱是孝敬婆婆 还是带电 还是借 还是加入 这个是未来的案情发展是 完全不一样 因为其实大家本来是物理看话 这到底在干什么 你没有事报这100万干什么 没有事报这2000万 1880万做什么 后来周刊昨天揭露 之后发现一件事 他正在试图切割 他要把这个事情 从不是家人 没有关系 到我们也是受害者 到我不知道 最后到说我是孝亲肺 他是一层一层的在切割 他非常担心这个火 会烧到他身上 因为当如果一个政治人物 跟诈骗集团搭上关系 你的政治生涯甚至你有牢狱之灾 所以他才会这么紧张 罕见的徐晓星面对镜头 什么时候不是侃侃而谈炮火四射 昨天他是看着电脑的萤幕 一个字一个字念 那只有一个可能 就连朱立伦交代还都不甩他 这只有一个可能 跟自己有严重的关系 如果你再去开地图炮 到处乱放炮的话 你会影响到未来整个司法案件的走向 他担心了 所以什么时候看到徐晓星 一字不漏拿着电脑在念 就昨天 所以昨天所有人说 哇这秘欢怎么了 秘欢通常都是神党杀神 佛党杀佛 看到秘欢拿香在拜神了 没看过第一次只有一个可能 就是跟自己的利益有切身的关系 可能有法律案件 或者是未来有更严重的事要发生 他才会这么样的温讯 是 我念一段内容 来一川帮我们做解析 因为静周克的报导是说 其实就是徐晓星的姐姐 就是先生的姐姐 刘向姐跟这个丈夫 现在杜成哲被检方跟警方已经认定 他们从2022年开始 以这个泰达币 替诈骗集团洗钱 所以检警认定是他的姐姐姐夫 替这个以泰达币 替诈骗集团洗钱 那抽拥超过10% 因为获利很容易 所以他名下公司的账户 多次已经被冻结了 还有两次差一点被起诉 仍然大胆向娘家筹款千万元扩大营业 相关的资金当中有百万元 来自于徐晓星 是否是贪图高额佣金的注资款 已经成为检警追查的重点 你刚刚特别提到 现在关键性的五支手支 就是检警查获 这个刘向杰夫妻 他们过去所用的五支手机当中 还原内容发现 他们在这个诈骗集团取得被害人的 投资标股汇入资金之后 层层转汇 然后以虚拟货币泰达币洗钱 躲在刘向杰背后的诈骗集团 似乎呼之欲出了 但是但是还原到4月13号 4月13号这一天是什么呢 这一天就是国民党立法委员徐晓星呢 透过媒体自曝 说我的姐姐刘向杰 本名叫做刘子杰 跟她的丈夫呢 涉及诈骗洗钱 这个时候呢 4月13号为什么要自曝呢 他强调他也是被害人 主动说明自己帮婆婆处理利息 垫付百万元 这是现在的发展 来川哥你怎么看 为什么要主动自曝 对 为什么要主动自曝 照道理他被牵扯其中 或者是他婆婆被牵扯其中 他出来自曝以后 他有呼吁大家要小心吗 也没有 他在讲他自己的事情 其实那个关键是这样 就是说刚刚将军讲说 那5支手机 那一定有一支跟他婆婆有联系 其他事 因为诈骗机团的手机 每一支手机 基本上对话的内容 就是一个人 这一支打给车手 这是打给谁的 这是打给谁的 那他一定有一支 私人使用的手机 如果私人使用的手机 有跟他们婆婆谈到 这个徐晓鑫他们那100万 那就代表这100万 跟这一个诈骗集团有关了 第二个就是说这100万 汇给他婆婆留妈妈以后 刘妈妈这100万给了谁 这也是关键 如果刘妈妈把这100万给了银行 他不是去房贷吗 要缴本金跟利息 如果他存进了他银行的互通 让他去扣本金跟利息 那这个还说得通 但是如果那100万 刘妈妈拿了那100万之后 他是转出去了 然后转出去 转给这个诈骗集团的任何一个 不管是人头账户 或者是他姐姐的账户 或者是他姐姐来领走了这100万 这个刘妈妈把这100万领了出来 交给了他姐姐 那就很清楚了 就是这笔钱的资金又来自徐晓鑫 好 徐晓鑫昨天讲的最关键的几个字 各位你要讲 他讲出来就是有问题 没问题的他不会讲 他说我没有一分钱留到诈骗集团 也没有诈骗集团的一分钱留给我 这很关键 我没有一分钱留给诈骗集团 在金流上当然没有 他不会直接把钱汇给诈骗集团 可是刚刚小金姐练了 那一长转 他是层层的转 转到最后是泰塔币 没错 所以每一个被害人 给的钱都不是给诈骗集团 怎么给的钱会给诈骗集团 给的钱都是他相信的人 他才会给他 就是说 我们去跟人家借钱去拉二的时候 一定是交给我 不要将军把钱交给我 我去弄的 所以将军认定我是认识的人 所以将军也会说 他没有把钱给诈骗集团 因为他给我的时候 我也是被害人 因为我把钱攒出去了 所以徐晓鑫讲的没有错 他并没有把他的钱 直接给了诈骗集团 可是这个中间的每一关 如果都很顺 就是五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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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一直过来了 第二次五十五十五十就过来了 那就中了 第二个是 徐晓鑫的这个婆婆就是这个刘妈妈 为什么付钱的时候是分好几批 就我们先带了一个七百二十万 就带了一个两百多万 又带了一个五百多万 加起来所谓的1450这个数字 如果他第一个七百二十万出去 他就知道被骗了 他不会去借第二次跟第三次 是 那代表什么 代表这七百二十万出去的时候 他认为是对了吗 小婷姐如果我找你投资 你给了我七万两千块 然后呢 我说小婷姐再给我两万八 再给我四万五 你一定要问说 哪有人这样借的啦 那你跟我讲七万二零 你前面那个说要给我的都还没给我呢 我怎么还给你两万多再给你四万多 不可能吗 那如果诈骗集团有任何一笔钱 或者是所谓的徐晓鑫的姐姐姐姐夫 有任何一笔钱给了刘妈妈 我们讲说诈骗集团 这个受害人把钱给了诈骗集团 这是一条路吗 如果诈骗集团有钱 回来给了这个所谓的被害人 那就刚刚讲那个4% 那代表他有获利嘛 那有获利 你第一批给出去的钱就是资金 不然这个 他姐姐为什么要把钱给他妈妈 如果有这个反向回来的 那刘妈妈一定有事 那刘妈妈有事 如果许晓鑫判定这个刘妈妈有事 对许晓鑫来说她就是切掉 就是我妈妈被骗 那你老公为什么会钱给你妈妈 所以我老公也被骗 那我呢我没有 就是到我老公 所以我刚讲说她是这样切到 她自己设好的这个防线 就是我许晓鑫 没有用我的名字 会任何一笔钱给诈骗集团 所以她没有说说 但是各位记者 她为什么那么多事情要特别强调 她没有会任何一笔钱给诈骗集团 那代表就是说 我的钱不是给诈骗集团 是我先生把钱给了我妈妈 那我妈妈怎么给了我姐姐 那个不关我的事 那是他们的事 他是这样切 合理吗 不合理 其实这个看起来天衣无缝 其实拆算 我相信检察官也好 法官都比我们还要聪明 因为他们见多了 诈骗集团的手法千篇一律 这个检察官跟法官 手上都有各种样态 一去比较就比较出来了 其实她这个当时想的是天衣无缝 就是婆婆借钱给女儿 然后女儿如果有约定 你750万 她为什么后面两笔还会再会 表示第一笔进去的时候有获利 一定有获利 我750万下去了 给这个公司给女儿了 女儿一定有会一笔10% 或是多少一个比例的钱 回馈给妈妈 妈妈一看 750万赚这样10%不错 对不对 我再来 再加又回可能第三第四 就没有再回了 所以才说你诈骗嘛 不然有什么告诈骗 妈妈借钱给女儿 说句实话 有的时候更不用还 真的啊 我妈妈以前帮我 买房子的头期款 我也没还我妈妈 我也没有还我妈妈 说实话啊 母亲跟儿子 真的要算得这么清楚吗 除非是商业之生意 嗯 那么他也很清楚说 没有 这个女儿给我的 叫孝亲费 那不是利息 那是孝亲费 可是孝亲费 按照法官还有检察官的定义 那是定期定额在付 我每个月给我母亲两万块 孝亲费 不会说十年不给 一下给三十万给五十万 这就不是孝亲费 嗯 那徐晓青说 她的夫妻俩 是给婆婆的孝亲费 每月一百万吗 还是每年一百万 还是突然间想起要孝顺了 孝顺是定期定额 这个都在法官的判例里 有很多诈骗集团去骗 去凹 法官就讲说 孝亲费 那你是每个月给 还是每季给 还是每年给 还是每五年给一次 孝亲费有周期的 有周期的 你突然间今天高兴就给 这就不是孝亲费 这一定有中间特别的因素 所以我说 徐晓青跟她姐姐 跟她的姐夫 想的都非常周延 现在姐夫跟姐姐被收押了 所以徐晓青怎么办 所以杂志才会说 她是不是在隔空串供 因为她没有办法 进去跟姐姐做相关的 这个讲清楚 就说你开始刺报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 很奇怪 我记得 两个礼拜之前 两位就说好怪 然后逸川说 我这些细节 全部徐晓青自己讲的 都她讲 所以疑似可能在隔空 是 串供 就是让 让这个媒体 让我们这些人 帮她评论报导的 变成一种媒介 帮她把这个讯息 传到她想要 想要传达的人身上 然后大家 这就是另类的认知作战 这是对的 你看徐晓青已经澄清了 徐晓青已经说明了 那个一百万是孝亲费 那个不是投资 也不是生意关系 所以孝亲费 所以说她的婆婆 所拿到的 未来拿到她姐姐跟姐夫 给她的钱 那也不是利息 也不是约定 那是孝亲费 那如果是这样子 目前为止还是隔空串供 串供 串供中 对不对 因为关键人全部都收押禁建 是 收押禁建代表 连律师律建可能都有问题 对 问题是 她姐姐跟她姐夫 如果已经被徐晓青形容成这样 他们要配合徐晓青 对 就是说 他们已经被她讲成这样 一个叫什么 不学无术 一个叫家里的头痛人物 这都是徐晓青讲的 会讲自己的姐姐 说是家里头痛人物 会讲姐夫不学无术 这已经讲得很 切得很清楚了 好 那 蛮奇怪的一个逻辑 就是说 徐晓青现在每次出来 都在回应 回应谁 回应我们的评论 都在回应我们的评论 他照道理来说 他如果被检察官请去 不管什么身份 他就应该回应检察官 回应这个案情 他怎么每次老是在回应我们的评论 那这当然这个律建的律师 都会看得到我们的评论 但是问题是 这个律建的律师 他有必要去跟 现在被羁押的那三个人 说现在外面在讲什么 你们应该怎么样 因为第一时间 这三个人的笔录都做完了 那有东西要再补 就这样 那这三个人 连这个他姐姐跟他姐夫的证实 都不一定会一样 那如果他们两个的证实是一样 那就是 就对 因为他们一定是隔开的 那刘妈妈就是徐晓青的婆婆 就会讲什么东西 他婆婆一定会被约谈 因为这个钱那么清楚 他婆婆一定会被约谈 就是说你是借你女儿 你是跟你女儿投资 有没有借据 有没有这个约定 有没有签约 有没有怎么样 你怎么会借 是你女儿跟你讲有多好赚 你怎么跟你儿子开口 我跟你讲 那一百万就两个五十万 一定有在检察官的圈总理 他会问他说 你怎么跟你儿子讲 他可以说我骗我儿子 其实我拿去投资 但是我骗我儿子说我缴不出来 我儿子就汇给我 这也可以 但是就是说 他婆婆怎么讲 也会影响往下的徐晓青夫妇 那现在的关键 其实我想 这整个案子最重要的关键 就在他婆婆 因为现在看得到最大笔的钱 是从他婆婆这里进出 那也有一种可能 也有一种可能是说 他婆婆就跟他儿子讲 就是徐晓青的先生讲 说你姐姐做的那个生意很好 然后呢我有投资 对 然后呢他也都有给我钱 所以呢 你当那个公务员 对不对 这个月有十七万 这个月有十七万 怎么赚 选举很花钱 你能赚一点 他当公务员 他一个月多少 他一个月十二点九 也不错 对就是局处长 他说因为公务员 也不能额外兼差什么什么 你就那个钱 那这一个你家 你如果家里有闲钱有一百万 那你也来投资 对啊每个月可以一万一万 不无小补 也是很好的零用钱 如果刘妈妈有跟儿子这样讲 好那接下来 那儿子就把钱给了妈妈 这一种可能 那儿子有没有去跟 就是徐晓青商量 嗯 有没有跟徐晓青商量 就是说他包括他儿子有私房钱 或他儿子有什么钱 就真的拿给他妈妈 或者他儿子也骗他 骗徐晓青 说其实是投资 可是他骗徐晓青说 是因为妈妈有急用 嗯 所以呢我们是不是领一百万给妈妈 那徐晓青就说 好啊 反正那是你的钱 不是我的钱 你这个事情怎么界定 到底谁是受害者 谁是诈骗集团 里面的共犯 所以就是刘妈妈的证实很重要 因为刘妈妈她自己不能矛盾 她不能矛盾 就是说一开始 因为现在在里面的她女儿 她女儿一定会讲说 这些钱一千多万 刘妈妈一定认为 我自己也是受害者啊 我一批一批的银行去贷款 你认为你是受害者吗 那如果刘妈妈有一笔金流 刘妈妈有一笔收入 是来自这个诈骗集团的 任何一个什么人头账户 对 或者是忽然间存进了一笔现金 刘妈妈没有在工作 你认为她可能就变成是股东的性质 如果有回一笔钱进去嘛 如果刘妈妈 刘妈妈的户头理论上 因为她不是拿房子去贷款嘛 那拨款你就这个钱是出去嘛 可是因为刘妈妈没有工作嘛 刘妈妈都在家里嘛 所以刘妈妈如果忽然间 有了一笔十万 十五万二十万的钱 进来刘妈妈的户头 那检察官一定问嘛 就是说你那个十万是谁会给你 你怎么会有这笔钱 对 我女儿还我的 我女儿给我的 我女儿 这个她的每一套说辞 接下来她跟她 她跟这个刘妈妈跟女儿 刘妈妈跟儿子之间钱 这不能矛盾 一矛盾 这个刘妈妈的说辞 就不足以财性 她就不会成为被害人 就照道理来说 被害人的逻辑是一样的 她就骗了 她叫我败钱我就败了 我也不知道她是诈骗的 我自己的状态 结果她如果从头到尾一直 是这个逻辑 那不会有问题 可是如果她 她不是被害人 那她讲话一定会前后矛盾 所以这个是 就考验检察官怎么样 因为 现在已经有人被压在那里 要串供 要面对面串供 机会不高 那你说这两个被压的人的律师 律师只是领钱办事 除非律师也是诈骗集团 不然这个律师就是 律师这样帮忙串 律师也有事吗 她有罪 对嘛 那律师领律师费的人 他干嘛没事去搞这些事情 所以 我判断这个刘妈妈会是关键 所以 昨天这个许小鑫有讲一个 又讲另外一个很关键 说我乐于接受 剪调的调查 嗯 那所以代表 剪调会找他调查 不管他是关键人 证人 或者是各式各样 各式各样的身份 他一定也会被叫去 叫去问说 为什么我们在这个账户里 这个金流里头 有发现 有留言里 就你先生的这一个钱 你知不知道这个钱是什么东西 是 搞不好这个 徐小鑫在现在在美理上 所有讲的内容 检察官有些他不知道 就检察官没看到这个资讯 那他会不会找徐小鑫来问所议员 立伟你在电视上讲说 这个是什么 为什么我们都没看到 没有 那搞不好又搞出另外的事情来 是 所以徐小鑫从昨天开始 就非常警言盛行 就一个字一个字 那一定是律师跟他讲 要么就律师跟他讲 要么就是检察官有提醒他 说你不要出去乱讲 现在这个案子已经在侦办中 你不要影响案情 这种才叫做侦察不公开 就是我找你来 你不要跟外面讲 我找你来讲什么 我也不要讲说问什么 那你出去也不能乱讲 这才叫侦察不公开 所以徐小鑫才会 昨天很谨慎的在念每一个字 来 这个余将军 侦察不公开 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关键点 徐小鑫也知道侦察不公开 他说我没有探讨 是这些名嘴去谈的 我是回应名嘴 我没有回应检察官 所以不是我要公开 是讨论 所以为什么周刊讲 隔空串供就是这样 透过节目透过媒体 让这件事情摊在阳光底下 让一个可能不见得是司法 最后侦察是正确的资讯 透过了媒体把它传出来 好像徐小鑫的声量大 就可以把这件事情 把不是正确的变成正确的 所以一开始大家想 为什么七百万 一千四百五十万要分三次 诈骗集团的手法就是这样 我不会一次叫你拿出 一千四百五十万或是两千万 我是一层一层的拿 我第一层给你七百万你获利了 我才会有第二层的投资款进去 那事实上他有很多的诈骗 除了洗钱之外 他用你的钱在付你的利息 然后把你的钱慢慢吸进来 所以我讲诈骗集团不会亏的 他是稳赚不赔的 因为都是亏被诈骗的钱 那这些钱洗出来之后 那最后徐小鑫他母亲最后 不是说你连家人都诈骗 不是这样 是因为他病了 他出问题了 我要赶快去告 我不去告他的话 我变共犯结构 是不是这样呢 所以我觉得徐小鑫 要面临的是这件事 他的婆婆去告他的 这个姐姐跟姐夫 是不是因为事情出事了 已经有很多的被害人去检举 而且这个事情已经 已经成案了 他的婆婆才赶快加入被告的行列 如果他不去告 他变成共犯 他去告就变成受害者 可是检察官员这么笨 不会这么笨 你第一笔进去 你这个1450万 或是2000万 或是1880万 不管是多少 因为没人知道 都是徐小鑫说的 然后1450万是四叉猫去查 这个房子贷款利息 对 贷款的金额出来的 你这个钱是一笔到位 还是分三批到位 如果分三批汇给你姐姐 姐姐有没有汇钱给你 有没有还汇 这个还汇跟你每一次汇钱的比例 是不是一个10%左右的一个 一个所谓的这个报酬 或者是这个洗钱费 不知道 如果有 你检察官是吃素的吗 检察官一笔一笔给你抽丝剥茧 如果没有 周刊写的一层怎么来 对 所以周刊写的一层 周刊不会乱写一层 这个一层一定是 他把所有投资者进去的钱 然后他回馈的金额 发现有这样的比例 算出来了 你给我100万 我就给你1万 你给我1000万 我给你100万 一亿我就给你1000万 所以算出10% 所以这个10% 刘妈妈有没有 这个许晓卿的婆婆有没有 许晓卿婆婆如果有 那许晓卿有没有 你2比50万分两次会 那这50万有没有10%的回馈 如果有这个事情 你再怎么讲都讲不清了 为什么 哪有这么高的投资获利 哪有这么高的投资报酬 所以就表示 所有的这些被害人 其实你必须可能会转成污点证人 否则的话你就是共犯 因为你有理 否则你为什么第一次被骗了 第二比第三比还要持续会 因为是第一次第二次吃到甜头了嘛 后面才会拿房子去抵押 另外就是一个老人家 我想这个小新的婆 薛小新的婆婆年纪应该比我大 一个超过60岁左右的这个长辈 很少会拿房子去抵押去做投资 或者去借小孩 通常不会 只有一个可能就是 而女儿跟儿子就直接跟妈妈讲 那房子以后不是我们的 我让一栋房子变两栋房子不是更好 对不对 所以呢你拿去抵押 不要用到你的本 你的本钱你继续留到 但这个房子 反正未来是我们两个的嘛 都是我们这个儿子跟女儿的 那你让他去抵押 我让他赚两栋出来 对 这个一定有一套说法 说辞 否则薛小新的婆婆又不是又不是出入社会的小白 她是医师娘啊 她见过的四妹 难道会比我们少吗 所以怎么会陷入这个圈套 所以因为为什么说陷入圈套 因为她去告诈骗 她去告诈欺 如果她没有去告诈欺 表示这个钱真的是她借给女儿的 妈妈借给女儿的钱 还有什么诈欺的啦 赔了就赔了嘛 反正房子以后是你们的 去告这个诈欺 是为了要停损点 为了要切割 我不是共犯 我是被害者 如果你不去提告 你就不是 那可是你是跟着这一群去告的人 一起去告的吗 还是见到这个事情 出事了 你才去告 所以这些事情 其实检察官跟法官 都会一层一层的 把它拨清楚 讲明白 那薛小新自己跳出来 爆了这么多雷 讲了这么多问题 为了什么 因为她不能 她不能 做事不管 所以她事后灭火 这不是事前的检举 更不是吹哨者 她是事后 要把身边的这些火苗全部熄灭 所以才出来每日一爆 然后才由 本来想用哭的 哭不成 用蜜花 用咬的也咬不动 最后怎么办 听律师好好念 再不行 那就要转移炮火 去打别人 这不是薛小新 一贯以来的做法吗 但是这一次 因为跟司法牵涉上关系 以前她都是看戏的 现在她是当事人 所以她很难把事情讲清楚 所以只好用烟幕弹到处乱打 你看到 她过去的问证风格里头 有人说她犀利 事实上严苛 但是严苛的过程里头 我们帮她去做检验 她拿到了很多 都是不实的资料 都是造谣 后来证实 所以我曾经说过 这样的立法委员 透过造谣的方式 还是可以上位 台湾的选民 我们到底在想什么 我这里头还看到 静周刊还提到说 说许小新的大姑 刘向杰跟共犯 至少涉及到四件 诈骗洗钱案 刘向杰跟丈夫杜炳成 在第一案跟第二案当中 虽然证实有帮诈骗集团洗钱 但两个人都获得不起诉 都获得不起诉 原本办案人员根本不知道 刘向杰跟许小新的关系 而是刘向杰的丈夫杜炳成 在查案的时候主动公诉 许小新是我弟妹 检警才知道 然后呢 这对夫妻呢 涉嫌替诈骗集团 洗钱遭到收押 案情还没有曝光之前 这刚刚就是于将军所讲的 我们看到许小新 几乎在网络当中 一方面自清 而且是每日一报 这里头是不是隔空串正 他一开始主动爆料 给婆婆100万是带电利息 后来改口说是赠予给婆婆 并非借贷关系 然后这笔钱是拿去银行缴利息 并非给大姑夫妇 但是检警查出 许小新赠予婆婆的100万元 没有申报 没有申报 如他所言是替婆婆带电利息的话 还是说与成立洗钱公司 成立洗钱公司 这是另外一个罪嫌 那100万元是做什么 成立洗钱公司 贪图高额佣金 要进一步追查 如果是这样的话 另外呢 办案人员清查说 第一案 第二案跟第二案被害人的汇款资料 发现呢 都是 就是她那个姐夫 杜炳成夫妻呢 个人跟公司相关的账户 转买泰达币之后 层层转会到境外 那多重断点 难以去追查最后金钱的流向 于是只好把这两个人 移送台中地检署 跟台北地检署偵办 这个案子看起来 好像相当的复杂 看似复杂 可是 就这几个人扮演的角色 受害者 还是说 诶 这个事业不错 还是合伙股东的关系 你看哦 这有几个关系 这个当时 当时一定没有人认为 他是个诈骗集团 我就是一个成功企业家 诶 我们来募资 然后募资 我们给这些 这些股东啊 比较好的一个优惠嘛 10%嘛 回馈你这些亲朋好友 大家一起来创业 哇那这所涉及的案件 就不太一样 涉及创业 创业怎么样 有大股东 有人出一亿 五千万 一百万 小股东 一百万 这所角色 是受害者 还是股东啊 还是你其实就是 诈骗集团里面的公司 其中一个募资人员啊 来 逸川 这就回到我刚开始讲 以陈金龙为首的这个诈骗集团 陈金龙杜立秋夫妇 杜立秋的这个外甥 外甥就是杜秉承 杜秉承 夫妇就是徐晓星他们家族 就是他姐姐这一端嘛 那他这个不是只有这条线 另外一个叫林上宏的线 那线人都在收押了 就是他开了非常多的支线 陆陆续续都收押了 或者是通气了 那这一个徐晓星他们设计的 这个只是其中一支而已 那为什么会继续扩大 因为他采取的模式一样 然后呢这个很容易让这个被害人上钩 然后很容易把从这个从投资诈骗 整个把它搅在一起谈嘛 那所以现在的关键就是 你人们为什么要去摊这个便宜嘛 就是说为什么你交一百万就可以拿回十万 的这件事情 然后他又是一个看不到的公司 今天你如果这里开一家店 开一家热炒店 开一家面包店 开一家什么店 至少我每天开这个金工 对啊我投资的这家 生意还不错 生意还不错 那为什么我分这么少 就大家如果有在小额投资 就投资个一百万 然后看有这个生意不错 确实每年到年底 这个住者这个老板会分我五万十万 还不错 他就是一个空 什么稀土空 这完全是空 那空了之后呢你还去投资 所以我觉得最后还是要回到这种 人在投资的时候 你根本没看到那个东西 就只是扣过人际网络 然后大家都穿得很体面 就是诈骗机场 每一个都穿得很体面 然后每一个都是很会讲 而且重点是 他一定会让你得到好处 或者你一直讲一直讲 听完了你都拿不到好处 你如果打着名号 我们的股东 你看有这个名字 很重要 很重要 这是谁 这是徐晓鑫先生的姐姐 对 那徐晓鑫 他也有 他也有 哇这个木起来 这个力道 哇就不一样了 他有说 他有说我们最大的股东 我们的老板娘 我们老板娘就是徐晓鑫的姐姐 是 我们是违法吗 这个里头 这个重要股东 是国民党立法委员的亲戚 你知道徐晓鑫这种形象 他会乱投资吗 那他妈妈会乱投资吗 他妈妈当然就是 觉得这个生意不错 他也来投资 都投一两千万了 这种说法就会取信于人 对 那取信于人之后 为什么就是说 那这些人 为什么到最后 这事情会不错 就是他钱捞得够多了 大家汇进来的钱 这鱼网的鱼够多了 就跑了 那有些人是这样 有些人他投了一百万 他每天在想那十万 那每天想那十万 就每天问 那时候 什么时候发 什么时候发 因为他那一百万可能借来 对 真的 他跟人家借来 比如说两个月我要还 可是那两个月快到了 他想说两个月我就可以赚二十万了 我再还你就好了 对 他想被逼急了 那被逼急了之后 他就每天问 问到最后受不了 搞不好问到最后 那个耐都断讯了 真的断讯 真的断讯 真的断讯了 就找不到人了 然后再透过说 奇怪当时是谁找我的 其实是一百万 可能是一千万两千万的人 这种人数一定很多 当时是谁找我的 是余将军找 余将军你怎么叫我投资那个 那余将军说我也不知道 我也没骗 我也没骗 而且我妈妈我家每个人都有投资 那最后就报了 那报的时候最源头那个 我刚才讲这个集团 就是那个所谓陈金龙 那个集团 现在人在哪里 人在深圳 人在香港 他们继续在从事这个行业 拿他没办法 拿他没办法 继续 继续还在开这个募资大会 深圳跟香港 其实我觉得在周刊揭露说警察 抓到了这个 徐晓鑫他姐夫的时候 他姐夫讲出这段话 我觉得这段非常有蹊跷 他讲哪一段话 你知道我是谁的姐夫 你知道吗 你知道我是谁的姐夫 徐晓鑫你能不能认识 这警察一定认识嘛 台北市警察不认识 不要说台北市 全国的谁不认识徐晓鑫啊 徐晓鑫认识啊 当时是市议员嘛 国民党是市议员啊 哦那个 我是他姐夫 我会干这种事吗 现在是立法委员了 对 现在是立法委员了 那徐晓鑫知不知道 他的姐姐跟姐夫 打他的名号 在外面做这个事 我认为不会不知道 我这个我有个经验 我有个网友 一个我的粉丝 写了好几个信给我 他说 云南你要注意 有一个账号 用你的名字 借着乌克兰战争 到处在筹备建设台湾 军备的这个基金 那个银行的账号 他都直接拍照给我 我就跟他说 这不是我本人 我立刻带着这个截图 到桃园分局去报案 我立刻去报案 然后桃园分局 透过了这个桃园地检署 马上将这个账号 冷冻封锁 这为什么 因为不是我 我总跟他说 不是我 你不要去就算 这不是政治人物的作为 你要立刻去冻结这个账号 而且把这个事情揭露揭发 而且要立案 请问 许晓鑫 你的姐姐跟你的姐夫 有没有用你的名声 在外面做这些事 那警察说了 还有友台 有反问过一个投资 被诈骗的人 他也讲 他说这个刘燕李 不是这个 许晓鑫他的这个姐夫 还有这个姐姐 在外面就讲 我们的政商关系很好 我们的很有政治力 我们很有政治力 这什么意思 这什么意思 就是有意无意 就告诉你 我们在政治界有人 将军你记不记得 这案子刚开始第一天第二天 徐晓鑫自己讲 他说 我有跟我那个大姑夫 讲说不要用我的名字 用我的名字 好 那是刚开始两三天 对不对 这个周刊什么时候出了 就过了十天 就出来了 就写说他的大姑夫 用他的名义 在外面 对 那我请问 徐晓鑫为什么知道 他当然知道 不是 我说徐晓鑫 为什么知道周刊要写这个 就是 他主动讲的 他主动讲 然后这个周刊证实 那徐晓鑫 怎么会 刻意去讲这件事情 然后周刊又证实 他现在一切好像都是为了自保 自保 因为这个事情 他不是个傻瓜 他从政算是 他如果说真的是个道道地地 一个受害者 这里头如果牵涉到所有的受害者 司法案件在审判的 在处理的过程中 在侦办的过程中 我们当然 不能够媒体进行审判 当然 只是说这个案情发展到现在 太诡异了 这个案子是因为徐晓鑫 自己不断的把事情爆出来 而且爆出来之后 周刊甚至检警都开始 一致的查 那表示 这不是一个碰巧 更不是一个巧合 这是预先打预防针的动作 那么我在讲 徐晓鑫你身为政治人物 又台北 当时是台北市议员 第一个出来吹哨的应该是你 而不是这一些被诈骗的受害者 他应该是第一个出来吹哨 因为他说他早就知道 他的姐姐跟姐夫不是个好东西 是家族的问题人物 他们头痛得很 那么第一个出来吹哨的 出来提告的 应该是你 按照徐晓鑫密欢的个性 应该是他第一个出来咬 妈妈骗你的钱太可恶了 我出来咬 召开记者会 大一灭清 然后检警提告 应该是这样子 才是叫徐晓鑫 你怎么会说 我已经跟他讲了 不要用我的名声在外面招摇撞骗 那就表示你知道 他曾经有过 因为一个诈骗集团要取信他人 其实现在不止很多公众人物 都被诈骗集团冒名来作假 很多财经的一些评论员 还有政治人物的一些评论员 甚至我们这些市议员 有部分立委 都被假冒我们的肖像权 出去当幌子来诈裁 那么我们第一个就是提告 先提告 我们提告的原因是 第一个至亲不是我 第二个不要让被害人再被害 立刻把这个账户冻结 徐晓鑫 你就知道你姐夫跟姐姐 是有问题的人 你为什么不出来做这个动作 还让这么多这些被骗的民众 钱诈骗进去 让人家请家荡产被骗 然后呢 你就跳出来说我要切割 这不是你的作风啊 所以我才讲他的一切 而且好像都在预先来做预防针 预先先点眼药水 让大家看到的东西都是 由你讲的一样 说你不要怪徐晓鑫 他也是受害者 所以这才是检掉 为什么现在开始说好啊 那我就一步一步来约谈你 那么从证人变被告 那只是一线之间 所以我才说 他已经被被告了 他已经被被告了 他紧张了 所以慌了 他不再用密欢战法 他用所有听律师的 一个字一个字造念 这真的中间让我们觉得很不像徐晓鑫 那我想请问一下 这是另外一个插曲吗 在线上 在直播 现在直播 已经有3700多人在线上 Rock Power说 开早餐店可以穿名牌 当立委哦 徐晓鑫的穿着 为什么最近突然之间 又成为另外一个焦点 小强小强说 大家都去开早餐店好了 然后悠然说 说营业额 又说才有钱买精品 当然呢 小鱼就是认同里面讲的 自爆就是要隔空串政 好那里面很多人说 早餐店是幌子啦 下午才是真正的赚钱 煮头 来 你们怎么回应在线上的 所有的关人朋友 小强我们看一间巧 巧新早餐店 然后呢 Jason说两万尽力哦 房客人说可惜哦 收了不然想去吃吃看 应该这样讲 在线上 就是他为了 因为徐晓鑫为了解释 他的各式各样的 不管叫名牌叫什么好了 他是为了解释这件事情 才说他并不穷 他小时候并不穷 他家里早餐店一天营业额两万 他妈妈也很喜欢买精品 然后呢 才被挖出来说不对啊 你第一次参选2018年 说你是穷过来苦过来的 你说你在早餐店属铜板 你的头发都有那个油烟味 所以去洗头的时候 那个阿姨都会闻到你的油烟味 你在营造一个 你是什么早餐店的女儿嘛 那我判断啦 他那家早餐店的样子 应该就是徐晓鑫描述了 就是他妈妈一个人在做 因为那种早餐店 赚不了什么钱啊 早餐店如果是两夫妻 两个人在做 大概就跟去外面工作的薪水差不多 因为 但是时间就是自己决定 自己当老板 可是你不要以为 早餐店是五点开始卖啊 不是非常辛苦 早餐店三点多耶 那个红茶豆浆 你为了要省钱啊 你要前几天晚上煮 然后那个豆浆要当天 就是凌晨起来弄 很多那种面条 很累 清晨甚至隔一天晚上 就开始擀面条 做好三明治 一个一个三明治 人家五点就要来 就要来买早餐了 你三四点就要全部都摆好了 你这种像是美而美 这种还算是简单 你如果比较是中式的 那更累 那更累耶 对 就说如果是豆浆店 什么蛋饼啊 油条那些 美而美那原料是有 中央厨房送 送 可是你也是要做一些加工 所以他为了讲说 他身上的东西 所以讲两万 台湾的这种美而美早餐店 如果店员只有一个两个的 不可能做到两万 不可能 因为餐饮业 餐饮业大家都赚一半 你如果做两万就是赚一万 赚一万 三十天耶 三十万耶 一个人工作三十万 不可能啦 我跟你讲 这种早餐店大概一天 一天如果能做到五千块 就很厉害 差不多吧 差不多 我其实我讲 早餐店是辛苦钱 我同意居小鑫的讲法 早餐店一点都不穷 但是很辛苦 辛苦钱 我问了好几个早餐店的朋友 他说你要帮我们澄清一下 我们不是那种爆发户 早餐店不是 早餐店一点都不穷 没有人会说 我很穷 我好可怜 没有他觉得 我凭我的劳力赚钱 我赚的是辛苦钱 我同意 但是早餐店 通常你说 徐妈妈一个人 做一家早餐店 一个人 一天的银额有两万 不可能 至少三个人 至少三个人 你才可以运作得怪 为什么我都要这样讲 一天两万 在十几年前 你一个进来消费的五十块 你四个小时 从早上到下午 一点钟结束好了 四个小时左右 你每小时 要多少人 我告诉你 要四百人 总共要四百人 那每小时就一百人 早餐店就是从早上开始 七点钟一直到下午 十一点半左右 那后面就算午餐了嘛 所以说他四个小时 要四百个顾客 才会拼到两万 那你想想看 每小时一百人 一个人 我要煎蛋 打蛋 倒红茶 付钱 其实早餐店很少看到 是一个人的 最主要是 人家点餐你要记账 不是每个人都点A套餐 B套餐 有的是老板 我要红茶 不加糖 去冰 然后我的蛋饼半熟 然后这个 不加番茄酱 不要番茄酱 一个人就已经 一个人 你要记账 煎 包装 给他收钱 找钱 还倒饮料 不要超死徐妈妈 那至少要三个人 一个早餐店你要 营业额很高的 至少三个人 所以说 徐晓鑫讲的这个事情 就让人家 很多早餐店就抗议 是不要 以后我们是爆发户 我们算的是辛苦钱 第二个 早餐店的这个女儿 如果真的是 像她2018写的 她很辛苦 是苦过来的 你会花钱去洗头 我说真的 早餐店每天忙死了 四点钟就起床 因为你回家 现在一定会全面洗澡 对 忙到下午大概 一两点结束 回到家 东西收担回家三点了 第一件是什么 赶快洗澡 把身上的油烟洗掉 你还会冒着这个油烟 然后到理髮店 不可能 不可能 睡觉的时间都不够了 回到家 全身洗完澡 吹干上床睡觉 为什么 马上晚上又要起来备料 对 你是24小时 周而复始在忙 所以我说 早餐店是辛苦钱 很辛苦 但是一点都不穷 所以需要新中的讲法 好像是说 我哪有说我穷 我家一个月2万块 我需要告诉你吗 你让所有的 就连现在 到这个 当时他们家开 早前附近去问人家 人家说没有啦 我们很辛苦 一天大概1万块不错了 有1万块就不错了 现在的物价1万块 当时可能就是5000块 5000块钱 现在的物价比 当时十几年前已经 以前大概一个人50块就很高 现在一个人可能买早餐 要将近100块 对 他现在都只能1万块左右 他在十几年前可以2万 所以其实我觉得 需要新不要污蔑你妈妈 我说很明白的 碰碰了 赚不到 赚不到 只是为了要 合理化他的行头 另外我讲说政治人物 穿的美美漂漂 有没有关系 我觉得一点关系都没有 有什么关系 你是正当取得你的资金 跟你的收入 没有问题 那我爱怎么打扮 你要穿什么名牌 这个其实 很正常 我觉得很正常 我觉得不要去把这些名牌污名化 是 我今天赚了钱 我认识一个夜市的 在做这个排骨书的老板 你知道吗 他带那个好处的金项链 手链 脖子链子 我看到他 我说老板 你这样子会不会很招咬 他说我贪账极啊 我努力赚的啊 我每天除了煎排骨书 我什么都不会啊 我犒赏一下我自己啊 我带在脖子上 我开心啊 我说有道理 他说这就是我的特色 你知道吗 那我只是担心他那个金手链 不想掉到排骨书里面 它很烫 他就是 我觉得有什么问题 我赚钱 我没有别的娱乐 我犒赏自己 我带的开心 徐晓晓当时被阿淼讲了以后 他第二天 大摇大摆把他的LV穿出来嘛 就这件 大家看有很贵吗 你为什么不这样子 而你要这么矫情 去换了一个 平价的衣服出来 那个平价的衣服 大家别忘了 徐晓晓是天天上镜头的人 你的衣服难道你可以上网去更正 把头留下衣服披掉吗 改不掉的吗 你从当市议员一直到现在当立法委员 每一天的衣着变化 所有的人上网就可以看得到 是 你改变不了 所以我觉得他这种危机处理都是 矫枉过正 就表示心虚 如果不心虚就穿 不心虚就穿 我就是LV 他的财审申报应该很容易检验吧 对 是不是 他没有报任何超过20万以上的这些 食品衣服包包都没有 比如说 刚刚讲这个名牌 比如说 我看将军也没在穿什么名牌 如果有一天他穿了一件名牌 我问他说你哪里来 他一定跟我说他女儿送 对 我也会这样讲 很正常嘛 就说你没有在追求这个 即使送他一个很贵的东西 他也看不懂 还要经过他女儿 跟他解释说 这个我送你父亲节礼物 那这个是什么牌的 可能练完之后将军还是不知道 他是什么牌 每一个人的生活的模式不太一样 那有些人就是他每隔几个月 他就想要去买一个 一个东西小东西 那小东西有些人喜欢线 有些人喜欢外线出来 那像我们男生其实很难线 男生你说这种西装哪里来的 男生的西装只有这个内里 才看得到他是什么牌的 那你也不肯一直跟人家绣什么 外表都一样 可能男生比如说手表 比较容易写 那女生能够绣的东西就 不过因为西装的质感 价位也是多少可以看得出来 可是远远看也看不出来 就镜头一点 远看当然看不出来 但是近看懂得品牌 你就知道说 你这个西装的牌子 跟一般的评价牌子 是不一样 但是我觉得大前提是说 你行得证 你的资金来源是来自于 正正当当的 没有什么好怕的 对 是ok的 我的style 我的品位 我这么辛苦 我犒赏我自己 没有什么不可以 只是说一个立法委员 你如果走到一个境界室 你的话都不可信 你都欧白说 哇 那个信用破产是很恐怖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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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